腳踏車騎士左切時撞上左側執行機車 機車遭大力碰撞後側翻倒地 滑行撞上前方轎車 機車當場起火燃燒 熊熊大火燃起 冒出白煙 轎車緊張後退 貨車也不知如何是好 往前又倒退 燒到燃起黑煙 幸好一旁路人 磁滅火氣 英勇撲滅火勢 那時候火很大 我就把它火滅了 可是一下子說那一台摩托車不見了 另外在台中殺戮 在十字交叉路口的白色轎車 左轉時與直行黑色轎車車頭碰撞 而黑色轎車毫無剎車直撞超傷 造成駕駛鼻樑乘客頭部受傷 轎車車頭全毀 車殼掉落 最後被拖掉車吊起 索性兩車駕駛都無大礙 另一起駕駛因為精神不濟 未減速轉入快車道 直撞安全島柱子車頭撞爛 輪胎也彎一邊 身體頭部多處差錯傷 駕駛酒測值超標 幸好撿回一命 記者陳廣睿 黃山 台中苗栗採訪報導 我是劉佳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